每天为您更新奇闻趣事科学发现 欢迎收看我们新一期的节目 黑洞是宇宙中一种密度极高的天体 因为其引力十分强大 就连光线都无法逃脱 因此得名为黑洞 如果人类在地球上创造出一颗迷你黑洞会怎样 可能部分人脑海中会出现这样的画面 黑洞从被创造出来那一刻 就将实验室吞噬了 然后变得不可控制了 黑洞就像一位顶级掠食者一样 在不断的吞噬任何东西 随后建筑物开始慢慢倒塌 最终黑洞将整个地球都吞下了 就连月球和太阳都没有幸免于难 然而这只是我们想象中的画面 现实中会有些不一样 现阶段人类想制造一颗迷你黑洞 必须借助于大型强子对撞机 大型强子对撞机可以在超真空加速器中 将高能离子加速到接近光速 通过对撞来产生各种实验结果 部分人认为高能离子对撞时候产生的能量 足以形成一颗黑洞 这也正是他们担心的原因 实际上即使大型强子对撞机 能够制造出一颗黑洞 这也是一颗十分迷你的黑洞 几乎什么都做不了 强子对撞机产生的黑洞 很快就会因为能量耗尽而消失 这个过程可能只需要十亿分之一秒 我们假设这一颗黑洞不会消失 那么它大概需要五万一年的时间 才能增加一磅重量 在宇宙中 大部分黑洞的质量都在几十万太阳质量 甚至几百万太阳质量 人类即使消耗掉整个地球 也无法制造出这种存在 那么我们再假设一下 如果一颗直径为一毫米的外来黑洞 出现在地球上会怎样 根据估算 直径为一毫米的黑洞 其质量相当于五颗月球 此黑洞一旦出现在地球表面 会直接影响地球半径三分之一的区域 由于黑洞强大的引力 地球会脱离一巨带 如果黑洞接近地球的时候 拥有一个出水速度 那么它会环绕地球运动 每次环绕都会蚕食掉地球的地脉 50亿年以后 地球会彻底被这一颗黑洞完全吸收 总结一下 人类在地球上制造出来的迷你黑洞 不会对我们产生太大影响 如果黑洞来自于外界 那么其质量再小 也会让地球陷入危机 好了 本期的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看 下期我们会带来更加有意思的视频